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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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追悼會哀傷七分鐘 突然傳來一個 稚嫩的聲音 開心叫著爸爸 但是天真無邪的反應 卻讓現場所有人更加悲痛 這個月十七日 一架南韓軍用直升機MUH-1 離奇墜毀 尿成五死一傷的悲劇 一名遇難的海軍陸戰隊員 留下年僅三歲和四歲的兒子 對生離死別刺懂非懂 一下傷心呼氣 一下看到爸爸的照片 又破替微笑大聲叫著爸爸 現場哭天搶地 送二十歲的兒子 最後一程的母親 更在火葬場哭到暈過去 除了哀妻不捨 家屬心情更是悲憤 到場置疑的國防官 原成的眾矢之地 只能乖乖挨罵 曾經號稱是 南韓驕傲的國產直升機 品質把關出問題 成了奪命凶器 讓原本幸福的五個家庭 瞬間破碎 三星的路日報道